由南道館政府文化教最新推出的 木頭書法學會會員連電 將於現在開始 在中興新村的好山藝文館來電出 會中將電出由到位會員 屬下的五十幾家藝術法作品 也是南道館在新年一開始 文化教共理推薦的藝文電欄 木桃協會裡面它其實是 吸收了相當多的精英 那這裡面不乏我們現在 縣內相當多年輕輩的這些 非常優秀的書法家 像黃昭翔老師 洪嘉勇老師 像林物鎮老師等等 這些都屬於我們縣內相當 這個輕壯輩的這些書法家 那在國內裡面 各大公辦美展裡面 也都陸陸續續的 來獲得非常好的這樣的一些成績 不管是修改、行修、超修、電各種 修法一體 在木頭修法連電當中不但都看得到 而且這些作品都展現出 相當有個人風景的藝術契 文化協助於修中 也帶來邀請有教育修法的 南部鄉親 可以擁有 來跟中興新村的好三芸文館 參觀行商 很多老師他們從事了像行書 甚至草書 甚至還有狂草這樣的一些字體 所以在整個協會裡面 我們可以看出木頭協會裡面 這些老師他們的多元性 還有就是在從事書法裡面的這種膽略 他們都很敢去涉獵各種字體 像碑體來講 或者是有一些 融入老師自己 他的一個獨特的風格的這種 自創的碑體 這個在我們現在的書法界裡面 也都未為一股風氣 有南部鄉 木頭修法學會所推出的 會員連電 會中電出了理事長 突進進 以及蘇法家 紅椒修訂會員的各行作品 上都有看頭 也是南東鄉親 在新年一開始 就不可以出過的雞文養園 記者檢討宣 蔡鳳報道